回到第二節,我們事不宜遲 繼續說說Sora對遊戲行業會有甚麼影響 以及相對於遊戲行業中最多人用的開發工具 Unreal Engine Sora有甚麼不同之處和相同之處呢? 如李飛飛這些走在AI最尖端的科學家們 他們現在最關心的是甚麼呢? 還有我們這些普通人 這時這一刻有甚麼可以立即做到呢? 首先,不同之處就是 Unreal Engine也可以創造出非常迫真、非常真實的動作環境 但它靠的就是靠現在新一代的Unreal Engine 現在在第五代就叫做Kaos 之前好像叫做FizX的一個我們所謂的物理引擎 物理引擎中主要是控制甚麼呢? 主要是幫助Unreal Engine 遊戲環境中怎樣能夠做出現實世界所有的物理定律 其中最主要的東西 我們的物理環境中有甚麼呢? 第一,當然有地心吸力 Gravity 物件拋出去時,它落地 或者為何一定要黏住地下 怎樣去黏住地下 怎樣跌下來 第二個當然就是碰撞Collision 就是控制遊戲裡面的物件或人物互相相遇的時候 他們要確保你不像是鬼一樣會穿透的 一定應該有互相不同產生的一種撞擊力 或者一個Collision而怎樣去彈開 Collision裡面又會分不同的物質 第一,又要控制硬物碰撞的時候 或者互相互動的時候 應該會產生甚麼效果 然後就是軟的物質 例如布料、水、液體這些碰撞的時候 應該會產生甚麼效果 另外就是一些 分子應該有多大多小 就好像火應該是怎樣出現的 煙會是怎樣飄的 或者爆炸的時候 彈出來的小粒子有多大多小 怎樣去彈 這些種種種種種 加起來才能夠 造成一些我們覺得逼真的效果 而Zora其實你也可以想 它是Unreal Engine 差不多的一種Processor 都是為了幫助我們產生真實影像的一個工具 之所以不同之處 只不過就算Unreal Engine有多厲害的先進 我們都是靠裡面的所謂的物理引擎 而物理引擎是需要我們人手 逐樣逐樣的物理定律告訴它 是應該怎樣做的 而Zora其實是靠看得多之後 慢慢摸索覺得裡面的物理定律 應該是怎樣的 用一個比喻 所以就像我們在說 這個波扔出去的時候 它會怎樣彈在地上 我們讀到中學或大學 讀物理的時候 你會靠很多不同的數學程式 即是能夠去計算 例如什麼物質的一個波 你用多大的力度 扔下去的時候 它會彈多少多元 以及會彈多少下 每個落點應該在哪裡 但是你有沒有留意過 小孩子你扔個網球球給它 你扔多幾次 其實很多小朋友都會開始察覺到 滋滋地在哪個位置等那個球 其實這一樣比喻就像Zora 和Unreal Engine的分別 而我們現在的question mark 就是Zora這樣的做法 會不會有一個樽頸位 還是它最終會學得 比有一個物理引擎的軟件 像Unreal Engine那樣那麼快呢 所以Zora會不會 可以直接取代Unreal Engine 或者取代遊戲開發者呢 當然啦 今天你和我都看到 大家你們都指出了 Zora實在有太多不完美之柱 近期之內 是絕對沒有辦法代替遊戲開發的 不過更有趣的一個腦洞 就是想著究竟 如果有一天你將Zora 和Unreal Engine合併在一起的時候 效果又是怎樣呢 會不會能夠互補長短 令到整個製作的過程 更簡便更快呢 而另一方面 我們剛才提到的 其實最重要是知道 Zora會不會發展得很快 以及會有多快呢 在這一方面 我想我們就可以借鑑GPT的發展 其實Zora可能就像GPT-3 GPT-3不是說checkGPT 因為再做一些GPT-3出來的時候 並沒有那個checkGPT給我們用的 可能是2020、2021的時候 大家都會覺得很不完美 其實這個模型雖然都挺驚嚇 一開始他能夠回答到一些順暢的答案 好像他明白那件事 然後回答你 但是當時也有很多人都說 但是現在去到checkGPT-4 那麼短時間的發展 而你再看回Zora Zora出來之前 去年短短一年那種影片 以及現在 令到我們讚嘆 或者嘆為觀止 或者很有期望 就是他們那種發展程度 就真的我們好像 在說預算片一樣 七天先 真的七天 一個星期的時間 就可以由小學生變成大學生 所以不難想像 再給他七天 隨時大學生就變成了一個博士 甚至乎博士後 所以說了這麼多 我覺得Zora的重點是在於 不要著重她今天的不完美 重點想看的就是 接下來她會怎樣發展 她的速度會有多快 而作為人類的我們 其實是不是也要發揮脆脆 她去準備自己認識 學習如何去最好利用 下一個Version的Zora 或者再下一個Version的Zora 又或者會好像 其中一個街坊 Edmond匡提議 你想想我看完Zora之後 我就在想如果Zora 加上這個Apple的Version Pro 那會怎樣呢 那我就會覺得非常有趣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 VR眼鏡 很大的問題 一個Chicken and egg的問題 就是很多時候 不知道你們記不記得 我們之前介紹過的 一個叫Magic Leap的眼鏡技術 其實它的技術是非常厲害的 我有戴過 也看到它的效果 當時的一個Mixed Reality 或者Almental Reality 效果是非常之厲害的 簡直可以在我家裡的牆壁 彈一些鬼出來 讓我可以玩這個遊戲 即是在牆壁彈一些怪獸出來 但它遇到的問題是 它只出了硬件 但出了硬件之後 沒有人配合去生產足夠的內容 當然Apple是好一點 它現在就算沒有遊戲的內容 它也可以用它自己 自身的很多工具 把它放進Version Pro裡面 但其實接下來Apple也要靠 有沒有能夠非常之多的內容的開發者 能夠開發出專門給Version Pro 所以我覺得Edmond Hohn的想法 也是有原因的 若果能夠將Sora和Apple合作的話 當然現在可能有點難 因為ChatGBT OpenAI被Microsoft霸佔了 但是Microsoft也可以 你想想HoloLens HoloLens 初初都是 消費用的內容不足夠 所以它就走去主打 B2B 去做商業內容的內容 幫忙在公司裏面做維修 做教育 做訓練 但是若果Sora能夠解決了 這個Chicken and Egg 問題 配合了到一個地步 能夠生產出專門給這些 VR眼鏡或AR眼鏡用的內容 到時真的1加1 怎知20也有 就像我們剛才提到的 也有些街坊說 Sora加 Unreal Engine 一起用的話 可能都是一個新貨花 所以我覺得只要Sora慢慢由1.0 轉為下一個版本的時候 這種不同的Integration 一定會出現 不過當然 每個技術有好的一面 一定是有令人擔心的一面 除了很多的我們可能會被退休之外 另外一件事你們很多街坊都擔心的 就是我覺得有一個街坊寫得很好 就是它綜合得很好 就是反制方面還沒做好 版權還沒做好 界定還沒做好 整體教育還沒做好 道德還沒做好 其實什麼防備工作我們都還沒做好 另外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以前經常都喜歡說的一對口頭禪 有圖有真相 看完Sora之後 我就覺得以後不能說這個有圖有真相 因為有圖也未必是真相 究竟我們應該怎樣應對 這方面我覺得未必是這麼絕望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雖然我和你這些平凡人 這個星期才看到Sora 或者在一年半之前才開始看到 和用到這個ChatGBT 不過在AI行業的一些領先的科學家 其實早在好像我們提過菲菲李、李菲菲 早在2012年的時候已經開始察覺到 AI這個神經網絡的快速發展的開始 到了2017年 他們已經大家都察覺到 繼Google出的這份翻天覆地 歷史時刻性的論文 關於transformer architecture的叫做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的 paper 之後 他們已經知道 我們所謂的genie is out of the bottle 燈神已經放他出來 收不回進去 所以其實早於2018年底 2019年 李菲菲已經在他任教的士丹福大學 創立了這個名名為Human Centered AI Institute 為的就是他說 當他看完Google份 paper 之後 再回到士丹福任教 他已經很明顯知道了 將來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要 make sure AI 的發展 是要圍繞著以我們人類的福祉為中心 AI 的角色應該永遠都要幫助我們 去做我們想做的事情 而另一方面 這個中心花了很多時間 過去的 你想想2019年到現在 都已經四年了 踏入了第五年了 就是他們知道 這一群科技師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跟每個國家的政府協調 以及教他們 希望每個國家都能夠 在這個科技發展的同時 亦都能夠開始 草擬一些適合的AI 法例、法規 能夠幫助我們真真正正 達成了這個Human Centered AI的發展 總括來說 其實SORI出了之後 我們茶餘飯後 很多時候 星期間跟朋友聊天 其實都可以無緣無盡地 在這個理論和哲學層面 去討論很多不同的這些工具 會為我們帶來的影響 不過我覺得最實際 最快的大型家 就會是那群能夠做到 像Nike說的 那樣 just do it的人 能夠最快去想 如何利用你們有access的工具 例如今天是有ChatGPD和Dali 或者明天後天會有SORI的時候 這些工具 如何可以幫助我們做什麼 就是幫助我們去偷懶 又或者幫助我們 以同樣的金錢和時間成本 做更多的事情 聽完這一集之後 你們又怎樣看SORI呢 會不會是跟過去星期的想法一樣 仍然都是悲觀 或者仍然都是樂觀 又或者是會有少許改變 你們又會不會有興趣 未用過的現在去試一下用 ChatGPD或者Dali這些不同的AI工具呢 最後在完結之前 另外一件事 我覺得都挺想去想想的就是 無論SORI多厲害也好 我們其實都可以是一物至一物的 其實可以用AI去行製AI 用AI去幫我們檢測 將來所有在網上看到的視頻 究竟是由AI產生的 還是由人手去錄製的 好了這集就到此為止 完之前我就送上更多 這個星期陸陸續續 由SORI團隊發佈 SORI做出來的一些有趣的影片 下次再見 拜拜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